你是谁 女子轻轻问道 我是帝师家族五十六代传人 你是何方妖孽 再次作祟 帝师传人 女子很认真地点了点头 你跟你祖先一样 很庸勇 你们的下场 也是一样的 女子轻描担心 说完之后也不再理他 而是转头朝着叶少阳看去 说道 你认识青牛祖师 这个认识 关系很好 叶少阳临机一动 撒了个谎 他已经断定 眼前这个妹子跟李浩然一定有渊源 如果说自己被李浩然追杀 估计当场就会被他弄死 还是套个劲后再说 女子微微一笑 你撒谎 你是什么人 毛山弟子 叶少阳 女子表情没有变化 接着说道 你刚才叫我苏默 那是谁呀 轻牛祖师的师妹 我一个好朋友 跟你长地魔一样 可能认错人了 女子着起了眉头 似乎也很疑惑 随后微微点头说 我叫碧青 记住了 哼 不过 你记住也没用 什么意思 因为 你很快就要死了 记住我的名字 也没用了 说完 碧青就笑了 我去 这个是够装的 叶少阳在心里骂了一声 不过 他还是从碧青的话语中 感受到了一丝寒意 右手捏紧了七星龙拳键 朝边上几个人看去 大伙都是以震惊为主 不过陈小雨和卢小青 有些按捺不住样子 叶少阳了解这种感觉 面前这个女子 那么美 看上去人畜无狠 无形中 给了她们一种 不是很强的印象 但是却口出狂言 这就让她们有些不爽 随后准备出手 怎么办 毛小芳还比较理智 知道从炼石缸里爬出来的 不管长掉多么可爱大方 都绝不是擅长 于是轻声问道 妙心和悟童互相卡了一眼 随后说道 我的祖先是你杀的 是 毕青回答得很干脆 你祖先还算不错 布阵着九十八根锁魂血线 将我封印在这炼石缸内 不过 也只是关了我几十年而已 妙心听她这么一说 心中震惊无以复加 楠楠说道 难道 你早就可以破解封印 我早就冲开了封印 我不走 只是想继续在缸里修炼 有这么好的阴巢给我用 我为什么要出去 不过你们前来打扰 想把我重新封印起来 我就不能不出手了 叶少阳心中恍然 之前还在纳闷着 女鬼既然能轻松 撕开阵法的禁止 为什么不早就这么做 原来 这是为了躲在炼石缸里修炼 当下想到了什么 问道 看在大家都是朋友的份上 回答我一个问题啊 那些我们在地面上看到的鬼魂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你说是他们吗 女子抬头看着那些被隆起裹血 在中间漂浮着的鬼魂说 我用这通天彻底大枕 将他们每晚送出去 替我吸取人间的阳气而已 原来 一切是这么回事 什么白鬼夜行 封印炼石缸 这一切都是人间故意弄出来的 人家只是待在这里 自己不想走而已 之前那个蛤蟆精还傻呵呵的 以为是他的存在 镇压了古墓中的邪物 等等 他这么做 难道就不怕被法师发现 过来灭了他 叶少阳随后哭笑 他想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 他对自己的实力太过自负了 完全不惧怕被人发现 就像眼前这样 他面对几个准地仙和天师 禅食 丝毫不惧 牛逼的家伙不一定都自负 但是自负的 一般都挺牛的 叶少阳深吸了一口气说 那天我们在蛤蟆谷里 遇到了袭击 也是你的手下 是我的一缕残念而已 一缕残念 居然就这么难以对付 那他的真身现在就在这儿 叶少阳真的不知道说什么了 目光在四周流转 思索着逃走的路线 青牛祖师现在在哪儿 碧青继续追问叶少阳 叶少阳知道 他愿意跟他聊这么多 并不是为了满足他的好奇 只是想打听青牛祖师的下落 当下也故意说道 你让我想一想啊 既然做出思考的样子 其实也不是庄的 随即做出了思考的样子 其实也不是庄的 不过他思考的倒不是李浩然在那儿 而是接下来应该怎么办 打吗 好像是打不过 那就只有逃命了 可是要怎么样才能够逃出这儿呢 叶少阳明思苦想 碧青最后等不及了 一步冲到他面前说道 快说 我不知道 不知道 碧青的表情一点点变了 不知道 不知道你想个猫啊 叶少阳摆着双手说 我之前在一个地方遇到过他 我可以帮你去找他 等找到了 我在来告诉你 碧青嘴角弯起了一抹冷笑 那我可以自己去找他 要你做什么 抬起了千千玉手 朝着他指过来 叶少阳猛然的一闪 躲到了陈小雨的身后 说道 师兄 救我 陈小雨一争 没等开口 碧青已经奔着他去了 既然是师兄 就一定比他本人还要厉害 一般来说 不管是牛逼的人还是邪物 都喜欢先对牛逼的出手 叶少阳正好利用陈小雨 试试眼前这个家伙的实力 叶少阳 你骂 陈小雨一句话没骂完 碧青已经冲了过来 对着他伸出了一根手指 陈小雨内心也是不爽的 拔出了扶尘就冲了上去 我倒也想看看你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对 师兄 跟他干 我相信你 叶少阳在边上入围 陈小雨虽然人品很渣 但毕竟是星月奴的弟子 准帝先的排位 法力十分不弱 夫陈凌空横扫 即到凌光组成了一个赤金色的拂尹 朝着碧青撞过去 碧青只用了一根手指顶上去 陈小雨就立刻感到了一股无形的力量 从他的指尖的地方蔓延开来 将拂尹牢牢的拖住 丝毫不能前进 不光如此 最让陈小雨不敢相信的是 自己想要点碎福音 让灵力爆发出去 但是福音好像被定住了 完全不受自己控制 感谢观看起来的 感谢观看起来的